原标题 女星睡衣大公开 佟丽娅的温馨 杨丽的实用 无心的一看就很贵睡衣 应该是所有人的家居必备之物 对普通人来说 睡衣只要实用就好 而对于明星来说呢 在大家的固有印象中 明星平常都是光鲜亮丽的 撕下衣服化妆型 也通通是各种大牌 那睡衣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应该和电视剧里 我们看到的那种真姿睡袍差不多 总之就是的豪华 之前小编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后来看了某档节目里面 明星睡衣大公开之后 我突然就猛了 这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 他们的睡衣居然一个比一个朴素 有了甚至直接拿自己老公不穿的衣服 做睡衣 也太省了吧 想看到的是佟丽娅的睡衣 是一件白色衬衣 时马一看就不是女款的 当场即有人表示 衬衣服是不是老公的 在何景的追问下 呀呀说 的确是陈思成不穿的衣服 他表示在带孩子的时候和老公 陈思成军会换上白色衣服抱孩子 让人感觉十分温馨 而接下来则是杨幂的睡衣 杨幂平常一直是穿搭小能手 私服品位很不错 许多衣服都成了淘宝爆款 所以对于他的睡衣 大家自然是十分关注 杨幂的是两件套里面一件灰色的吊带裙外面 则是一件粉色连帽外套 看起来十分可爱 别看平常这么时尚的杨幂睡衣 看起来与时尚感毫不沾边 但是他的实用性非常强 杨幂自己表示因为太懒 所以洗完头发不想吹干 所以这件衣服有吸水功能 看这衣服是那种很舒服的绒材料 确实吸水 谢娜的睡衣 如同他本人一般不拘小节 款式简单大方 应该是一件衬衣裙 刚亮相识 大家纷纷猜测是张结的 不过被谢娜否认了 趁这是一件女款 而且他为了证明睡衣是自己的指出 上面有很多自己吃饭掉下的游子 可以说是很拼了 这里面最符合大家对女性睡衣预期的 应该是无心了 毕竟和上面提到的电视剧里 常看到的真丝两件套睡衣一模一样 而且还是蕾丝开叉的 既好华又性感 一看就很贵 不过何老师却捉穿无心 表示他这衣服只是拿来充闷闷的 平常压针不会穿 大家都知道 无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宅女 家里也是杂乱无章 不敢想象穿上这样的睡衣 还如何摘得起来 这次了解了女性们的睡衣后 小编突然发现 其实思想明星和我们也没差别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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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谢谢大家